观光孤独残最后一个残 其实这个残呢也包括病 那就是很重的病 怎么会学玄学容易导致这个呢?一般情况下不会 但是,如果你真的水平很高 然后不停地算这些东西 那就叫谢天机 你算一个人将来要怎么样 他还没走,本来 这个天法是规定 人不能知道太多的 就是把人的记忆抹出了,以前不喝磨磨汤还好 那规矩一定,你就不能 什么都知道 那你知道了呢,你学这些总会知道 就不能随便地说 那你说又不能说,学它有什么用 那只为第一个 了解到 那自己了解自己呢 老天没什么好说的吧 但是这个当中你了解了,你该做得不去做 你老天同样会找我 那你告诉别人呢 因为这个人跟你缘分不是很深 本来不该你管的事 你提前把多少年之后的事都 都准备好了 这就叫被因果牵扯到人家 本来应该老天安排他走的路 受了你的影响 受了你的影响,然后他改变 本来 你不能替一些恶人 最少数的,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水平 那剩下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那胡说八道你对人有影响的自然 也不行 那你无人自定吗 给人只凑路了 同样惩罚你 这行不是很好干的 你首先学 就很少有人能学得出来 更不要说你对什么人什么事把握到什么度了 这行其实本来是留给一些什么残疑的,忙的人主要是 当然也有跛脚的,腿不能行的 是他们给他们的一口饭吃 祖师爷,老天爷 他们干的就好啊 人家就能尽得下心来 眼睛不好用,腿不好用 怎么样,奋发努力,每天不停的背 你没眼睛更麻烦 你真的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如果说盲派盲食那么厉害 每天付出太多的功夫 每天要反复的背 哪算错了要找原因 没有眼睛又很麻烦 那他就找了这个翘 耳朵就很灵活 鼻子 身体 这个 甚至灵感 他全身都是眼睛 真的是磨练出来 因为现在很多人去抢这碗饭 因为很敲目是很好赚钱 是固然当然 但是有些人不能算 你整体的人生规划一下可以 不能说太多了 你刷不软又会更麻烦 所以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